今天要去爱因赫芬玩 之前都是去那里坐飞机 就没有认真逛过市区 所以今天要去那里逛一逛 菲利浦电灯就是在爱因赫芬发明的 所以那里有一个菲利浦博物馆可以去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到爱因赫芬啦 这是他们的火车站 一样旁边出来了超多的脚踏车 我现在要走过去三地普博物馆 从我们家这里过来爱因赫芬大概要两个小时 然后车上几乎都是要去机场的人 每个人都大包小包的 就爱因赫芬这里也有一个机场 然后通常如果要坐廉价航空 像是Rion Air的话 都是从爱因赫芬机场出发的 这里有一个市集 想算去逛一下 还有一间超大间的黑马 很多卖副料类的店 然后还有卖这种手机壳 一样一个大型的菜市场 很可爱 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这样子的市集 像是来对的话是在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六 礼拜六的规模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有卖包包的 还有像这样卖饼干糖果的 或是一些坚果类的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都是从中国批发过来的东西 像这样子卖面包的一条两欧 卖蔬菜水果的 之前偶尔会来市集买 但是市集的品质比较不稳定 然后有些东西还甚至比超市贵 所以大家之后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但我超级喜欢吃市集的炸鱼 就是每次有市集都一定会有炸鱼 超级好吃 而且安盈赫芬这里有mini-soul 荷兰这里的mini-soul 卖的东西跟之前台湾的不太一样 带大家进去看 这一区全部都是卖衣服的 来看mini-soul 好可爱哦 这个12.5欧 然后一整面的这种娃娃 翻航欧洲人超级喜欢娃娃的 每次会看到就是有人都会买娃娃这样子 很可爱 这些娃娃的品相之前在台湾mini-soul 还有的时候是没有看过的 感觉品相比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多了好多 而且感觉像比较精致一点 也有卖包包类的 也有卖包包类的 有一些好怀念的林泽里 但价格好像都是台湾的好几倍 也有台湾麻吉 也有台湾麻吉 在欧洲真的超级常见 就是包到Q点子的这个麻吉的 角落十欧五 可爱哦 不知道是什么 这系列我倒是记得台湾好像有看过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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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一间应该是餐厅他们的 然后有旋转木马 好可爱哦 阿姨赫芬这里的街景 现在要走去菲利普的博物馆 这边是菲利普博物馆 建立市学博物馆 就是在那边管一个角走进来就行了 那外观看起来像是一个 外观看起来像是一个 家过满的博物馆 哇今天风好大 刚刚早上还出大太阳的结果今天就变成 现在就变成这样的大风 Philips Museum 走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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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逛今天的第二个博物馆 是一个艺术博物馆 听说里面产品很丰富 然后有毕卡索的画作 外观手机还蛮特别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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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感谢观看 这个博物馆的布展真的超级无敌邦 这一区是跟皮特蒙特里安有关的 之前去过他在阿姆斯福特的故乡 因为这个博物馆会把一些蒸鸡做成这样子的缩小板 然后这种缩小板是可以摸的 然后每一个甲物的介绍上面都会有盲文 我觉得超级棒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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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交换里面的最后一次的爱因赫芬的接近啊 爱因赫芬我觉得是跟海牙还有阿姆一样那种比较先进的城市 就它的城市市中心几乎都是各大的百货公司 然后跟一些那种类似大卖厂的 比较没有在地荷蘭的元素的感觉 只是这一大洞就是一个大卖厂 我现在要慢慢散步过去火车站了 这下期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从我这里到我们家要两个小时 所以九点左右才会到家 那大家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阿姨赫芬 这种比较大的火车站 会有东西可以逛 还是可以撤离一下这种感觉 卖一些衣服啊包包 我可以帮你吃的 我觉得我快要可以变成很难铁路的小达人了 就是这三个礼拜每天坐火车出门 坐火车回去 我会让奶奶回回 一天可能花个至少三个小时在火车上面吧 但是沿路的风景的确是非常漂亮的 你记得这样子放火车去放火车 你记得这样子放火车去放火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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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